推特发表新评论Print反美国二十国峰会前,特朗普警告中国。 批评德国作者法广发表时间26-06-2019更改时间26-0。 6-2019发表时间23.19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2017年1。 1月路透社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6日表示,如果他同中国领导人席, 5-0。 近平达不成贸易协议,将对输美的中国商品加征额外的关税。 法新社还报道说,面对即将崩溃的经济,中国希望达成协议。 特朗普还表示,在贸易方面,越南比中国更糟糕。特朗普还抱怨说,德国是一。 各失败的合作伙伙伴。 谈及伊朗,特朗普表示,如果伊朗不寻求他,成协议,那将是愚蠢和自私的。 特朗普计划与金正恩交谈。 但不一定直接会见他。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商业网络采访时还表示, 本来我们是应该保护德国的,但德国向俄罗斯支付了数十亿和数十。 一美元的能源。特朗普星期三接受美国福克斯商业网络电视台采访时。 说,如果那不起作用,如果我们达不成协议,我会加征额外的关税。 非常可观的额外关税。不过,特朗普保留了两国领导人在日本二。 邻国集团峰会上达成协议,避免再加征关税的可能性。特朗普还表示。 他希望同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,但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很满意。 一方面,特朗普强调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重要性。另一方面,他 也表示,关税对美国经济有好处。他说,在关税问题上,他跟很多人的看法不同。 指出自从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%的。 关税后,我们的股市冲天。他说,中国比美国更需要一个协议。 特朗普说,如果美中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,他准备对剩余的325。 0亿美元输为中国商品加征关税。不过,他说,他对下阶段采取不同。 的战略持开放态度,即加征10%的关税,而不是25%。他说,这。